2023年武汉全国跳水锦标赛结束后,有一段新任跳水运动中心主任周继红领衔拍摄的全家福视频,引起了大家的浮想联屏。 视频中,周继红的右手边是陈雨夕,左手边就是全红蝉,身后站着的都是各分管教理。 视频中的周继红,把右手很自然地搭在了陈雨夕的肩头,显得非常亲密,然开心地大笑,周继红笑得合不拢嘴,甚至还用左手捂住了嘴巴,有那么一刻,他的脸也转向了左边的全红蝉,眼睛好像斜着瞅了全红蝉一眼,我以为他也是要拍一下全红蝉的肩膀。 毕竟本次比赛的冠军跟亚军,都是跳水队的顶两者,不能厚此薄饼,大家互动一下,但很失望,周继红瞅了一眼后,继续大笑,全程跟全红蝉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。 从视频中可以看得出,周继红跟陈雨夕的关系,那是真的很铁,周继红作为中国跳水队的领队,而陈雨夕只是一名运动员,他们的上下级关系是很明确的。 再加上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不小,周继红能跨越如此大的鸿沟,跟小辈人一起扶肩搭背的楼在一起大笑,这说明什么? 自然是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,非常的平等,但我们看到这一幕,却不免会想到其他的。 如果说周继红是一位十分平易见人的领导,对待这些年轻的手下对人这样的亲和,没有一丝领导的架子,那我们真应该为周继红点个大大的赞,都知道。 但凡挂个领导的头衔,面对下属,那都是高高在上,只高气昂,周继红作为中国游泳运动中心的新人一把手,对年轻队员如此的亲和,这种品格真是令人敬佩。 可惜她的这种亲和,只针对于陈玉希,对旁边的全红缠,那是从头至尾都没能看到一丝亲和,甚至连眼封都没瞟过,如果是真的亲和,那对谁都会亲和。 如此看来,周继红对陈玉希显示出来的亲密,就不单单只能用亲和来解释。 大家都知道,陈玉希跟全红缠都属于顶级的优秀运动员,他们虽然年轻,但一路走来,都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绩,也都十分的可爱。 陈玉希被媒体曝光的要少一些,她身上有哪些让人喜爱的优秀品质,或许大家知道的要少一些。 但全红缠,我们大家可是非常熟悉,大家尤其喜欢她的简单,天真,可爱,奴隶,呆萌的性格,大家都这么喜欢她的性格。 可以说,全红缠不可能是因为个人的性格,或她的品行问题,而招致领导的不待见吗? 全红缠跟陈玉希最大的区别在于哪里?就在于他们俩的出身背景不同,大家都知道,全红缠是出身于农村的普通家庭,陈玉希则是出身于上海的体育世家。 那两人的出身差距巨大,会不会影响他人对他们的评价吗?答案是肯定的,当然有影响,而且影响很大。 你觉得王思聪真的是他自己的个人魅力,吸引那么多人吗?呵呵,老总的孩子谁不喜欢,领导的孩子谁不想巴结,国内就是如此,大家都不能免俗,陈玉希能得到这样的宠爱?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那全红缠受到如此的冷漠,你能说跟他的家庭背景没有一点关系吗? 假如他爸爸是马云,你可以看看领导的手会放在谁的肩上,其实偏爱谁,冷落谁都没有关系,我们希望的是,不要将运动员技术水平以外的东西,带到竞技场上,哪样极有事公平,更令人不知。 可以看一下这次的武汉全锦赛女单十米台的比赛,全红缠的亚军,引起了多少网友的争议。 争议的声音大了,也会严重影响运动员在场上的心态,全红缠的双人跳接连失误就是明正。 当然,运动员在竞技场上试书试赢都很正常,但赢要赢得光明正大,输也要输得心服口服,就像中国足球一样,输了我服气,每次输我也服气。 但假如,全红缠不能代表国家队出征巴黎奥运会,我不服,我相信全国的老百姓都不会服。 好了,家人们,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,评论区里可以畅所预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